咦?大排檔啊?有明火煮的大餐租 不是呀,原來是區議員趁著端午節臨近主總益街坊 派總比街坊本來是好事 不過這麼有趣呢?在屋村空地煲 旁邊又有廢物回收箱,是否衛生呢? 原來還有個這麼大的石油器罐,有沒有危險些呢? 主總的地方,後面還要是垃圾房,有沒有蛇蟲鼠藝的? 這裡樓底就夠高了,但是很明顯沒有滅火桶,又沒有自動灑水氣 萬一起火爆炸,豈不是很危險? 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,想問一下主總的區議員陳肖文 但他似乎不想上鏡,幫他包總的街坊更加圍著記者 一路拍一路罵 有沒有意思就要各位看一下 陳肖文和幾位街坊在青衣村業主立案發團辦事處包總 然後在巴士總站旁邊,用大鍋加石油器明火煮總 這麼大的石油器罐就這樣放在巴士總站旁邊 還要起埋火,看起來都很牙煙 主總要水,他們就在屋村花槽水後拿水 圍著火的欄杆是屋村地盤的,連壓著煲的蓋都在地盤拿來的 我們即場問過陳議員的回應,他就這樣回答我們 那麼大條公共屋村都叫私人地方 他後來表示,相信臨近選舉引發投訴 說記者如果表明來意,他會解釋清楚 我們就問過房屋處,這樣主總有沒有問題 房署就說青衣村是租治屋村 由業主立案發團委憑管理公司管理 政府發言人就說,除非有人在街上賣種 否則不屬於食環處負責 ONTV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